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娃娃娃 為您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有沒有裝ETC 好 不知道 好 OK 這位是周年晃先生 我從那個超大的 超大的就已經開始裝了 好 OK 第二個一定有裝的是王瑞德先生 我為了成為被害人 好 第三位他肯定要裝的庞德先生 不得不裝 壓力很大 第四個是汪潔明先生 裝得很不爽的 我是莫名其妙就裝了 OK 好 我們是為了做節目所以裝 要了解民間疾苦 再裝就不像 最近網路一直流 就是有一些PO一些文章 就是說可以不裝 你生活沒有不方便 庞德 為什麼 其實我這樣 我剛才講我為什麼要裝 我要裝看說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應該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這個現在已經不能用了 你過他也不改定了 只是說在用的過程當中 你還留這些破銅爛鐵 沒有 這我剛才講工作需要 其實當時在一推出的時候 我就先裝 因為人家問我說 旁邊裝那個好不好 我只得先裝 對不對 裝的時候還發現 還真的是問題一大堆 有一次我最生氣的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的時候比如說 你不要小看他這個 40年後 50年後 古董 古董 那時候是會講 當時的總統9%的年代 這個值錢 因為全無古人 後來者 對啊 就是他裝這個東西 其實他上面可以顯示金額 對不對 基本上這算是個好處 還有剩多少 但是有一次我真的很生氣 就是有一次颱風 然後因為台北我從中部開 然後剛好要進入桃園區域的時候 剛好那個時候已經宣布停班停課 停班停課的縣市範圍內的收費站 就免收費 這個政策對不對 結果我一過楊梅收費站 嗶嗶 我想奇怪 怎麼又嗶嗶 其實怎麼這樣 我想說到底有沒有扣款 我就心中覺得很忐忑不安 那我想一定會有人問我 我就冒著聲明 我也停到路邊 趕快按一下 有顯示 但我想 顯示也沒效 因為我怎麼知道前線 顯示就是扣款了嗎 沒有 顯示就是他現在剩多少錢 但不知道前面是多少錢 扣之前多少錢說實在 我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多少錢 去記那個東西 對 不會有人去記 所以你就下交流道 再上來再走一遍 對啊 除非這樣做 那我覺得很怪 我打電話去問遠充建議的時候 我問他我說 那嗶嗶到底有沒有扣款 他說沒有沒有 你放心好了 就算說是嗶嗶 只是說你通過 有經過我們的趕車 但是我們系統很穩定 早就已經解除扣款的機制了 但說實在這兩三年前的時候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扣款成功 你現在開始要懷疑了 可是如果他沒有 他你扣款成功他也會 如果你這個有什麼失誤 他也會寄通知給你 他沒有通知給我 但是他反而有嗶嗶 而且嗶嗶聲跟平常被扣款的 嗶嗶聲是一樣的 我說事隔兩三年 我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有沒有被扣款 但我認為我還是相信他吧 但是這兩天之後 我很懷疑我有沒有被扣款 防得我的想法都跟你不一樣 因為我常常也在使用高速功能 我過去不管逼或者是沒逼 我就想 反正遠通這麼亂 搞不好他沒扣到 你是屬於比較樂觀 我搞不好扣兩次 傻傻的 沒有扣到 我就等通知 都沒有來 宏儀的邏輯是這樣 既然有人會被扣兩次 一定會有人被扣到 其實鄭大哥在告訴我們 人生的道理 阿Q啦 我們不能改變事實 我們只能改變想法 OK 好嗎 我們不能改變天氣 可是我們可以改變心情 這樣子也能活對不對 你也不會去想到 遠通真的一定只是占你便宜 他搞不好他自己亂掉了 他都不知道 而且他占我們這輩子這個便宜 他下一輩子要還Double 真的假的 是有一年有效而已 你慢慢等吧 一年有效 不用下輩子 只有今年而已 是嗎 不過因為旁的天國都用飄的 天國沒有高速功能 剛才龐德講那個事情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不是嗎 剛才龐德講那個事情 讓我想到以前 安這個東西的時候 過年不是都免費嗎 可是你經過那個 還是會B 對 你就會心裡就覺得 奇怪 毛毛 對 所以我做一個決定 就是過年的時候不走這個 不走ETC 你不是在那邊塞 不行 我跟你說 沒有聽到那個BB聲 心裡有多爽 你想說大家都沒有付錢 為什麼 傑銘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樣 以前要裝這個時候 過會BB叫 現在ETAG反而沒有聲音 我反而更沒有安全 沒錯 現在更沒有安全 以前BB知道有扣了 現在到底你也多扣少扣 扣了多少錢你怎麼搞不清楚 為什麼年況講這樣呢 因為剛剛洪怡講說那個 搞不好他會沒扣對不對 我走南下的內側車道 在北上的內側車道被扣款 這是什麼意思 現在啦 現在都交移嘛 現在是里程機 因為系統不一樣 不是 最主要是系統不一樣 這個OBU對不對 它是紅外線改靈 那現在的系統叫做ETAG 兩個都叫ETC 我先告訴各位 ETC其實這是個 電子收費的名稱而已 以前叫OBU 就是這種東西 機制的 現在叫做ETAG 那它以前是紅外線 現在叫做無線電感應 結果無線電感應要扣什麼 天線 要有個無線電放送 然後有個天線 跟你那個ETAG感應到 它才知道你過去嘛 對不對 結果呢 既然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你內側車道 你不是這樣過過去對不對 那我們國道 比如說1號道或3號道 很近 內側車道有的地方很近 中間只隔一個小小的一個東西 過過去的時候 所以說兩邊的天線同時感應 感應到所以南下 北上 你都有可能感應到 所以你是南下 但是你是在北上被感應到 兩邊都被扣 你兩邊都會被扣 你知道嗎 就同一時間 所以才可以解釋說 那一群星裡面有嗎 它為什麼會在南下跟北上 同時被扣 他們解釋的方法說 不是說那句名言嗎 宿命 這是一個e-tag e-tag會這樣子的結果 這是一個宿命 這也是個挑戰 你知道嗎 這什麼宿命跟挑戰 那他們解決的辦法 現在說我給天線線比較過對不對 可是以後一定會再發生 因為我個人玩無線電 玩了二十幾年 這中間不是有隔一個安全島 有宿嗎 有宿沒用 無線電會穿透 它那是扇形的 對啊 而且我告訴各位 這個就是一種原理 所以專家也告訴我們 因為它這個原理就是 寧可 寧可都有扣到 千萬不要漏掉 所以它的靈敏度 把它調得非常的高 所以你看不小心過心 奇怪 我在南下 怎麼會被扣到 你怎麼會發現 你有同時被扣到 就是有人去 去明細表現 說我在這裡為什麼會這樣 你現在一分鐘裡面對不對 不可能會生 所以立委才會講說 要不是蝙蝠俠 蝙蝠俠的那個車子 蝙蝠車可以飛到對面 車道這樣過去 那他現在是講說 他把天線稍微弄過去 我告訴各位 沒用 為什麼 因為無線電只要你調得靈敏 就有可能感應 那他現在看到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我有後端的什麼電腦積合 包括不合邏輯 包括什麼 我要告訴他 這個家裡有一隻小牆 就可能有兩隻小牆 三隻小牆 有發生過一次 以後可能再發生 對 我跟你講 遠通已經不錯了 遠通是 你內側車道會把你雙向感應 你看他外側車道 他就沒有把你雙向感應看 所以問題就來了 人體你信蠻多多 我跟你講 這個還發生過同一個南下的車道 同時被嗶嗶兩次感應 有什麼 因為她一個車道的閘門 電子卡有好幾個閘門 她有兩個感應器 所以櫃蝶 兩個都一起弄到 兩個扇形下來 我最想不到的當初是要做這個 這又不是我們國家自己發明的 我們參考人家那麼多 為什麼都沒有把缺點給它避掉 這是我們的宿命跟挑戰 當時這個歷史 等一下就講給大家 我們的宿命就是很討厭 高速公路塞車 尤其過年過節 所以當時裝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因為不要人工收費 免得收費在回堵車流 對不對 那避免嘛 這是你說什麼環保那些 其實對民眾的吸引力 真的沒有那麼強烈 可是說可以避免塞車之苦 這是最大的好處 請問有嗎 我們的宿命是 今年的春節還是會塞車 而且會很慘 台北到高雄又不小 因為在拆收費站 所以我們就是忙後當就對了 我相信收費站全部拆掉之後 應該會比較不塞 因為你就不用減速再加速 而且是多車道匯流 然後再出去 我相信理論上是這樣子 這個收費站這裡會比以前改善很多 一定會改善很多 因為你不用減速再加速的問題 剛剛講到這個系統 其實因為我在1995 96的時候 正好在跑交通部 那個時候部長叫劉兆全 後來變成蔡兆陽 當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就在研究電子收費 一開始就是微波跟紅外線兩大系統 微波系統當時是中華電信主導 因為中華電信微波本來就很強 當時中華電信系統 已經進步到什麼程度 就是根本不用搞這麼大的機上盒 它是一張類似像我們手機SIM卡的東西 直接放在你的手機裡面 因為當時雖然行動電話沒有那麼普及 可是中華電信已經預期到 以後每個人一定都有手機 所以如果當時用中華電信系統 我們現在根本不用接什麼e-tag 你就放在手機裡面 你開車手機你就放口袋裡 一過去刷就感應到了 可是當時因為交通部的要求說 我的準確率要高達99.8%以上的樣子 微波系統的確 遠通這個部分其實沒有說謊 你用微波系統的確它的宿命 就是它的失誤力會比紅外線高 所以當時決定採用紅外線系統 結果遠通得標之後 搞了這麼大一個機上盒 很多人就不想裝 我車上我車子漂漂亮的 搞一個這個東西很臭啊 所以沒辦法 為了提高普及率回到微波系統 所以等於是這十幾年來 我們花了很多錢 走回一趟冤望路又回來了 所以我在想當時 如果你用微波系統的話 搞不好現在技術慢慢的改進 其實當時中華電信 那個預估是對的 你說現在真的是 就是各位你出門都已經出門囉 下樓囉 搞不好都已經離開好幾個路口了 你會因為忘了跟老婆 Kiss Say Goodbye 回家一趟嗎 你會忘了拿鑰匙回家一趟嗎 你會忘了拿便當回家一趟嗎 但是你會忘了拿手機怎麼樣 再也要回去拿 再也要回去拿 你沒辦法出門 對不對 因為其實新加坡就是用這個系 其實是回去是手機忘了拿 但是還是跟老婆說 忘了跟你貼一趟 對 再裝就不下了 還有一個我不懂的 不行 我告訴你 連裝都不裝的男人 更糟 還有一個我更不懂的是 世界上其實很少有國家是 全國的高速公路 全部採用電子收費 洪宇你經常去日本你知道嗎 日本也是人工 日本的高速公路 它有電子收費 有人工收費 日本其實很貴的喔 你如果是這一段高速公路 假設說我們找國五好了 國五全程用電子收費 假設一般的收費 咱們會設在閘道 我沒有看過設在主線上的 我不曉得當時遠通到底是 他比較高明還是怎麼樣 你設在閘道 其實剛剛那個重複扣款 問題就不會發生 因為砸道不會南下跟北上 在隔壁 這個聽說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聽說 照理來講 你的砸道是不是 應該改應設在交流台才對 上去跟下來對不對 設在那個丁東台 對吧 希望不是真的 為什麼呢 四季的時代即將來臨 國道這幾百個砸道 會成為什麼 會成為當然的基地台 你懂嗎 所以就變成說要設在主幹線 希望這個不是真的 否則這些砸道 會變成人家的基地台 變成基地台會怎樣 變成基地台就人家有 他就先天就擁有幾百個基地台 你懂嗎 300個基地台 他就擁有幾百個基地台 遠傳就有基地台了 希望這不是真的 否則會變成淪為商業行為 因為現在唯一可能的解釋 就是這樣子 因為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沒有說你這樣子掛在馬路旁邊 都馬是砸道對砸道 你也跑不了 你到日本的高速公路收費 也是在交流道 我舉個例子 這邊有兩個交流道 可是只有一個砸道 到底是要用這個砸道 還是用後面的砸道 你怎麼知道 但是你是交流道跟交流就沒問題了 大家看得很火 不然不要火 我們拿拿紅包好不好 這個我們瓦瓦的觀眾朋友 過年的時候討個吉利 如果您想要我跟美人所簽的 簽名的這個紅包袋 那你可以到瓦瓦的粉絲團去按讚 那我們有準備一些 馬上有錢的紅包袋給你 對 對 討個吉利 是 來 我們先休息 金花糕 馬上有錢 真的 我們不是要給人家賺錢 不然要想賺錢 我們馬上有錢 絕對 不是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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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倍奉還 扣錯錢 誤扣 我們現在剛剛瑞德里有講了 就是不同車道 沒錯 也會被扣到 也會 Double 對 同一車道被扣兩次 南下 北上 同一車道也會被扣兩次 因為他有兩個感應器 他有兩個感應器 你走其中一個車道 怎麼中線車道也感應你了 你就被感應你兩個 當中你跑兩次 他的功率開比較大 他是寧可挫殺100個 也不會放過一殺 他邏輯絕對是寧可一收不能斷收 我寧可扣你兩次 但是我絕對不能讓你逃過 可是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應該被挫扣的人很多 所以鴻宜 我覺得 不要相信遠通的說法 他說我們怎麼事後集合 我們去看那個比數就知道 ETC全面電子收費 從去年的12月30號開始 那331跟1月1號是免收費的 所以正式收費是1月2號 到昨天1月9號為止 8天的時間 總共有8千萬筆的資料 平均一天大概1千萬筆 1千萬筆錯了嗎 沒有 總量